其实你会发现韩国瑜的主张 跟他后面的寒天集团老板 希望他有的主张 跟国民党传统的主张 其实又不完全是一致的 然后你会发现 一直很支持他的寒天集团 除了让韩国瑜 牵了这所谓的无色觉醒的 这十大声明之外 其实他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去看寒天集团的老板 他讲得很清楚哦 他要韩国瑜不要国民党化 这么支持他的寒天集团老板 告诉你说 希望韩国瑜不要国民党化 他要韩国瑜要像去年一样 有勇气做自己 那这句话讲完之后 其实他就更明白告诉你 韩国瑜跟国民党不一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 在之前看到什么呢 看到其实这个集团的平面媒体 就出出来说 叫韩国瑜去争取当副主席来自救 所以他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 变成现在叫什么 叫吴敦毅离开国民党 然后把党权让给韩国瑜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一贯的脉络 就真的完全变国瑜党了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 这个韩天集团老板 要他接受的这个无色觉醒的主张 很大一块是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目的也是为了这个老板 支持的一国两制 目的也是为了他讲的 就是要这个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等等的这些内容 那所以你会发现 他跟国民党过去一直强调的 一中各表九二共识 这些都还是有落差在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 韩国瑜有些议题 他讲到的时候就是会尴尬 比如说像什么 像香港这个反送中议题 他到后面都只能发声明回你 你叫他真的讲出来说 我们反对 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或是支持香港争取自由民主 他反而就不太能很顺的讲出口 那这个状况 你从一个地方看得出来 我们会发现现在对韩国瑜助选最大力的呢 除了寒天集团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中国媒体帮他也帮很多 你会发现中国的媒体贴了很多 跟各位看一下 你到中国的搜寻群 因为中国不能用Google 中国能用搜寻群是百度 你用百度搜了之后 就会看到像这样子 你看像这个 韩国瑜亲手接下民众诚情书 这一幕呼翻网友 哇像这样的标题 你在台湾要看到媒体这样下难度很高 为什么 这个太明显的造神了啦 这个已经像在称赞这个蒋公 看到这个鱼儿逆游而上的情景是一样的 这你在现在台湾的 现在媒体要捧成这个样子有点困难 但中国的媒体就可以告诉你 我就捧给你看 你看下面著名华夏经纬 对不对 然后呢你看像这个 台学者预测2020大选 结果韩国瑜最后将显身蔡英文 我们刚讲了50份民调没赢过 你看这里的告诉你什么呢 凤凰网告诉你韩国瑜最后会显胜 然后你看这里又来了 又是民进党要小心了 这拿周席伟的名字 两大现象证明韩国瑜必赢 你告诉我 看到这样的标题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中国你用百度搜寻出来的结果 都很一致 然后都告诉你说 韩国瑜看起来会选赢 然后连像我们刚刚讲的 接下民众诚情书 这一幕哭翻网友 连这样的新闻都写出来 够不够捧 很捧了吧 然后呢我们再看 这个是中平社的新闻 你看我们随便抓中平社 在其中一个选项分类的 一个下面里面的新闻列表 这18条新闻里面 有9条都跟韩国瑜有关系 而且你看18条有9条 韩国瑜基层座谈民怨大爆发 中平关注韩流2.0 在起民进党物理看花 我就很想跟中平社讲 拜托一下不是只有民进党物理看花 我们现在常常看韩国瑜 在选举过程讲的话 我们也都觉得物理看花好吗 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 好不好 然后你再看这里又写什么呢 你看这个 李嘉峰出访飞越 既旺海内外华人 你看像这种标题 那你说说看 这个不是中国在助攻 什么叫做中国在助攻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选情里面 对于韩国瑜来说 你觉得一个中国媒体不断在帮你的总统候选人 在一般台湾民众心里看起来会觉得是正面的吗 那更不用讲一件事情 我们发现韩国瑜在跟韩粉沟通的民调 以这份为主 各位可以看 这份是什么 中华智库的民调 这还不是我们台湾讲那50份民调 这份中华智库是哪里的 各位看一下 中华智库是由国家统计局 中国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然后等等 这些单位他们去成立去主导的 那这个国家统计局是台湾的国家统计局吗 当然不是啊 他是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嘛 那所以这个由中国所成立的智库 所做出来的民调 韩国瑜把它拿来当做帮韩粉一起 激励打气的民调 那各位可以看这个民调里面 你看这个他们自己公布的 中华智库 这是什么全民调2019年9月10号到11号 韩国瑜支持度多少 38% 蔡英文支持度多少 26%而已耶 蔡英文输韩国瑜12% 有没有看到 所以韩国瑜是领先蔡英文两位数以上 各位这个两位数之前你听到说 蔡英文领先韩国瑜错了 在韩国瑜跟韩粉的认知里面 是韩国瑜领先蔡英文两位数好吗 那这份民调比较特别的部分是 他那个时间点把柯文哲和郭台铭加进去 柯文哲15% 然后郭台铭7.4%都算在内 可是你会发现什么呢 反正大赢12%啊 所以呢 看起来他们就像吃定心丸一样啊 但问题在哪里 这个民调的结果 有跟我们台湾社会现在主流的科学民调结果一样吗 没有嘛 但是对韩粉来说 你如果去看 这一篇被分享完下面的留言 都告诉你 这才接近真实的民调